宋明理學 關於世界觀的基本要素 其實是延續了宋明理學的 這點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我們現當代的第一個法 西方現在世界觀引進來 叫嚴復 嚴復引進的西方世界觀 在什麼基礎底下呢? 我們乍看會以為是天也論 天也論,照嚴復自己講法 是接近《易經》跟《道家》的 他是在《易經》跟《道家》的世界觀上引以來 這個沒有錯 嚴復最早關於《天也論》的一本裡頭 有大量的關於《易經》、《道家》、《先進度子》的引文 他直接就用那裡頭的《先進度子》的觀念引文 但在進一步深看的時候 他的這種《易經》跟《道家》的世界觀 其實是從宋明理學 尤其是受諸子的影響 因為我是專門研究諸子的 所以一看就很清楚這個事情 我寫的文章也講過這個事情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我寫的關於嚴復的 《天也論》方面的研究 《天也論》是中國近世世界觀的基礎 一切的觀點 我們對於世界的基本看法 大家從西方來 西方講星雲的演化 地質的演化、生物的演化、人類的演化 甚至於 嚴復那時候還沒有那麼清晰 但是也已經接觸到所謂 整個世界是一路這麼演化過來的 宋朝人就已經是一種演化官了 只是他不是淨化官 這個在太極圖說跟諸子的世界觀裡頭 基本上是陰陽演化 世界陰陽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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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得到太混沌了 才打散重新再來 他們認為世界就是這樣 剛開始像一個大摩一樣 摩摩摩摩摩摩摩出了天際人物來 那這一種 以演化為基調的世界觀裡頭 其實本身 蘊含了一種非啟蒙的因素 或者甚至於反啟蒙的因素 為什麼呢? 因為啟蒙的世界觀 跟諸位說過了 它是一個宇宙的一切 本質上是固定的不變的世界觀 啟蒙的世界觀來自於什麼地方呢? 主要是來自於基督教的 認為世界本質是不變的 上次跟諸位講過 卡貝克所寫的那本書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18th century Philosophers》 十八世紀的哲人 這是思想史上一個挺有名的名著 認為世界的根本的要素是beings 這是不改變的 包括我們現在認為 比如說自由、平等、人權、普遍價值的觀念 這是一種不改變的 不變的一種東西 這是beings的概念 原子、粒子觀 當年是粒子觀 牛頓是粒子觀 牛頓還沒有發展出原子觀 粒子、質量、動量 這些東西基本上是不變的 這個觀點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 尤其是達爾文的 應該是1859年 演化論出現之後 受到重大的挑戰 演化就是說 一切事情都是在時間當中 變化生成而來的 沒有哪個東西是古古地古變的 何況到我們今天 當時就已經明白了 歐歐後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星雲說了 還沒有大爆炸說 但如果說一切是星雲 卷卷卷卷 然後是地球逐漸演化來的 人也是演化來的 生物演化來的 人也演化來的 那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 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變的 本質上來講 這是becoming的概念 上次跟諸位講 這是一個變化的概念 因為對於啟蒙的世界觀的 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變化的觀念 我們竟然會發現 楊宿明為代表的 中國現代的這一些 批判啟蒙者 就是用becoming的觀念 去打逼你的觀念 認為一切事情是變化生成的 《易經》當然是變化的觀點 《道家》也是變化的觀點 我上次 我也把書放在這段 跟諸位說過了 這個becoming的觀念 宋明理學 世界的本質是易經式的 而他們的易經 因為整個宋明理學怎麼來的呢? 是從他們的易學來的 他們一開始都在講易經 邵雍講易經 周蓮熙講易經 二臣講易經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要講出一番 有別於佛家的世界觀 因為佛家認為世界怎麼樣? 佛家認為世界本質上是空的 這一切是空性 那這些理學家說不行啊 如果世界的本質是空的 那就沒有人與理智性可言了 既然一切諸法皆空 那我人與理智性至少是第二億了 甚至不知道應該放哪裡去了 儒家最核心的這些信念 魔術安放 所以他不能說世界本質是空的 他要說世界根本上來講 是有它的一個實理 宋傳就用這個話 就是實在的 實理怎麼講呢? 他們認為 必須要講世界是一個實在的 雖然是一個流動變化的 但是實在的 一方面強調它是實在的 另一方面又說它是流動變化 為什麼說是流動變化呢? 因為佛教的世界觀是流動變化的 在佛教裡面他有一個基本的講法 叫做阿賴耶是横轉如潑流 就是這個世界是永遠像潑流一樣的 沒有任何東西是固定的 佛教是拿這一種横轉的概念 或者我們說用因緣合合 怎麼横轉? 一切現有的狀態都是一切各種因緣合合 因緣會不斷地改變 而且每一個因都有它的沉住壞空的過程 緣更不用講 緣有一大堆複雜的旁邊的外緣 因也會起沉住壞空 緣更是變化不定 所以人生的一切、宇宙的一切都是變化不定的 那這個東西是很有道理 因為比較有經驗的文明都懂得 這個生命、社會、文化、國家的一切都是會變動不已的 中國的歷史觀從來都是這樣 分酒必合、喝酒必分 這樣分分合合 國家也有生老病死一般 所以他接受了這一種變化生滅不已的世界觀 也很強調這一方面 但是他覺得我不能一路下去 這樣一路下去就變成空了 諸法皆空的意思 空不是什麼都沒有 空的意思是說 它沒有固定不變的性 所以叫做空性 空性不是它什麼都沒有 它沒有你們所想的那樣固定不變的東西 譬如說我叫吳展良 有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叫吳展良 是沒有 這是佛家的講法 你是在生老病死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個人叫某某某 有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某某某? 沒有,沒有 他說是生老病死 終歸都是在沉住壞空的過程裡頭 這是非常有道理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生老病死、沉住壞空 這麼一個變化不已的過程裡頭 因此究竟來講是空性 可是如果都這樣講的話 仁義理是沒法說了 倫理不好講 五輪怎麼講呢? 儒家說明學說 在這個當中 我們要講一個變化當中 講一個有一個實理的理在 理不是空旺的 譬如說 這棵樹 山外這棵樹 如果是桃樹 必然是結桃子 不會結禮 禮樹不會結桃子 竹子什麼時候生發 什麼時候凋謝 它有一定的道理 因此 不是說 都沒有一個理在 雖然說 如易經所說 一切事情都是變遷不已的 可是呢 沒有那麼一個 不能說 只講這個變化 不講這個理 所以叫做 變化當中有不變 不變當中有變化 這個厲害了 這個是非常高明的一種講法 體驗在朱子的底氣論當中 因此為什麼要講宋明儒學 宋明儒學 第一 中國近世的世界觀 其實是繼承了宋明儒學的世界觀 它在很多方面 不光世界觀 甚至於在倫理觀 在價值觀 在深層上來講 都還是繼承了宋明儒學的 它不是直接從漢唐來的 不是 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歷史 主要說清朝人不講理學 不是啦 清朝人是照漢唐家講的 就是六經師伏正 百行法成誅 六經要學著伏錢正學 百行還是要照成誅的 世俗極俗一直考到清末 所以他們從小耳熟能詳 讀了這一套 包括嚴富自己年輕也讀這一套 不光嚴富年珠 我跟你講 連李大昭、陳獨秀 毛澤東小的時候 對這些事情都很熟 因為他們從小就讀這個 在這個文化裡面長大 自然接受了它 但是又反對它 就把它的一些上層的建築 給都砍了 但是下層的基礎 自然就留在那個地方 明白這個道理 在這個情況底下 它跟我們的啟蒙跟反啟蒙 是有密切的關係力 那我們進一步講 它一方面後面是一種變動不已的世界觀 另一方面來講 它還是一種有機而一體的世界觀 主要知道 這個變動不已的世界觀 它本身傾向於是一種有機而一體的世界觀 傾向於不是必然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覺得世界一切 是這樣子的一種變動生化 先不要用生紙 就是變動不已的 然後你往窗外一看 尤其古人 看到這樣的大自然 你就覺得 這一切種種 是在一種生生不息的一個狀態 那古人 尤其我們的古人 親近來認為萬物一體 既然萬物一體 又變動不已 又生生不息 又春夏秋冬 以前叫什麼? 叫圓昏力爭 就認為說 它像是有生命的有機體一樣 春生夏長秋秋冬冬長 一遍一遍一遍這樣子來 整個宇宙好像是一種寒生的一種 然後彼此不可分離的 倾向於這麼看 我們做個對比 你會更清楚 启蒙式的世界觀不是這樣 启蒙式的世界觀 是一種原子論式的世界觀 認為一切事情從基本粒子構成的 這個基本粒子 他們接受笛卡爾的機械論說 認為每一個部分 都是有一個可以分析到一些最基本的要素 這些要素之間呢 中間是一種邏輯的連結 也可以說是一種機械的連結 它並沒有一種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關係 何以故呢 因為當我們用理性去分析世界的時候 本來就傾向於把世界分析成一些基本的元素 要素 我在最早前你們看那篇文章 就是從各幾觀跟整幾觀 來看中國文化現代化那篇文章也就講 西方理性論者本來就傾向於找到元素要素 因此 啟蒙式的世界觀 總想找到這些世界的一些基本的決定性的要素 以牛頓力學為代表 就是質量跟動量 動量就表現在一種它的速度 動量就等於速度乘以質量 動量的變化 就是得到我們有名的F等M的公式 所以就要來講 力、質量、加速度 這些基本的東西就可以形容這個宇宙了 所以牛頓式的世界觀 是啟蒙式的世界觀的基礎 它當然是個機械式的世界觀 我們如果看洛克 你們讀洛克的 關於Human Nature的那本巨大的書 這應該是Athritis of Human Nature吧 我們就在國外的時候 叫我們去讀 兩個禮拜就把它讀完七百多頁 大家都讀了天文地安 一禮拜,兩個禮拜 啪啪 那上帝跟主委講 當然都有困難了 就敲重點讀了 看美根讀得多寡 那裡面就講 這個一切的東西 分可以break down到什麼呢? break down到我們的一些simple ideas 就是最基本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種break down 把東西都變成一個一個的 不能在break down的那個最根本的東西 這是一種理性式的 那這樣子的看事情呢 就當然不是有機的 所以為什麼李約安瑟在他這本書裡頭 最重要就是說 西方人沒有有機的世界觀 若要有,他認為從萊布尼茨開始 而他認為萊布尼茨是受到中國意境的影響 簡單說 到了19世紀後期 二十世紀初期 開始產生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有機論的世界觀 就是Whitehead 就是Whitehead 上司會就已經跟他講了 John Berthold是Whiteheadian 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了 他們對西方哲學是很清楚 基本上就是幾個觀點 就是Whitehead的這種有機論的世界觀 而它的特色就是變動不已的世界 就是Process Philosophy Process,就是歷程化的哲學 那歷程化的哲學 就相對於那種我們講的 一切是強調assets,本質論式的那種哲學 那麼啟蒙是一種本質論式的 那歷程化的 有機論式的 就恰恰是要批判那種有機論式的 所以Whitehead就說 你們如果讀他的書 他會講說 我們上一個革命 他的十九世紀末二世紀初的人 上一次的革命 是物理學的一個革命 這造成了我們的啟蒙運動 他認為我們今天該有的革命 應當是一個生物學的革命 根本能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識 而這個生物學從什麼時候開始發達 當然是從達爾文開始發達 所以 這個 達爾文的影響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為重要 嚴復思想的核心是受到達爾文人 以及Herbert Spence 是他更崇拜的一個西方的重大社會學家 他不是達爾文主義 但是他也是強調文化演化論 所以他把這幾家 甚至還有一個叫拉馬克 不知道你們念過沒有 當時三家 他把他融合在一起了 他以觀守為中心 總是講演化論 而他對演化論呢 就上成《易經》跟《道家》 下面之階 延續了《壽命理學》當中的世界觀 就成為中國近世世界觀的基礎 那這個影響是重大在什麼地方呢? 底下你們就會發現 所有近現代的中國人 因為從 他的世界觀從哪裡來的 第一 他天生就從《壽命理學》來 因為這是之前一千年的基礎 第二 他從西方來 西方他最大的影響 恰恰不幸的或者有幸的 是達爾文師的論述 就使得他從來不相信世界有永恆不變的東西 他認為一切都是變動不具的 那諸位說 這有什麼重要? 這個坦白跟諸位講 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因為毛澤東 為什麼他叫做不斷革命論 而且毛澤東從不相信有任何事情 是固定不變的 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的非啟蒙反啟蒙的人物 而現代的 包括一直到今天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 整個中共的思維來講 對於啟蒙式的那些原理原則 包括自由、平等、理性、民主等 基本上缺乏興趣 當然也毫無信念可言 有一些可能有點同情 不過基本上絕對不會去堅持它的緣故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一切世界都在變動當中 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接受到啟蒙的思維 這個不光是一個政治社會的問題 不過有一個人類對於世界基本性質的看法 就是說人哪那麼多哲學化 你不需要是個哲學家 我可以很簡單問諸位一件事情 在座現在相信宇宙人生有不變價值的舉手 不要遲疑 認為宇宙人生有不變價值的舉手 這是我們年輕一代大概上一輩子有 年輕一代就很難了 你對人生有終極信念的舉手 也是年輕一代 你願意為某一種信念價值犧牲性命的舉手 我可怕是唯一的一個了 也就是說 這就涉及到 如果你基本上認為世界究竟講到底 沒有什麼真正是不變的東西 沒有是什麼是一定的東西 宇宙如此,人生如此 那這是兩種不同的人生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種後現代的解構的 把一切都解構光的 一切講到底都不相信的時代 這個時代不從現在開始 從存在主義的時代就開始了 那存在主義是從哪裡來的呢 存在主義的源頭 恰恰是因為達爾文推翻了 他們對於上帝創造人的信仰 這條一路以來 當然不光是這個因素了 另外,存在主義的重要一點就是 一方面不相信上帝 一方面也不再相信柏拉圖 不相信希臘哲學裡頭那一種永恆的真善美 所以西方就進入了存在主義的世界 我對於尼采是下過很大的功夫研究的 就是整個西方近現代的那一種 就是否定了在傳統的一切的價值結構的 一個是基督教的 一個是希臘的價值結構的 基本上是從尼采開始 從他之後 尼采的世界觀就是一個典型的 一切世界一切事情的變動不拘 稱之為一種Dionysian Spirit 九神的精神 聽懂意思嗎? 一切的事情沒有任何固定的價值可言 我們唯一能夠最後相信的是一種 它說如火將熔原一般的原有的生命力 它的表現就是希臘的九神 九神祭典的最高峰 是那些女眾的信徒 請注意是女生 一路奉獻的九神 一路到最後 把他們代表的那個東西把它死 血肉絲碎 連血帶肉吃掉 人類的那個極致性的一種 你可以說生物性的一種展現 Dionysian Spirit 他認為這是人的根本的特性 這一點是讓我們在現代搖滾樂裡頭 就可以經常看到 這個東西不斷地呈現出來 Rock Music 裡面就呈現這個事情 人之為人,人之本質 是重新這樣被界定認識的 那麼傳統的基督教的 跟希臘這個都沒有了 我為什麼講這個事情呢? 是跟諸位說 你們不要以為說 我們只是在講哲學 不是 它只是 這個重大的哲學史的 文化史的 思想文化史的階段 其實他們是先行者 一些最敏銳的人 深深地認識到這一點 然後經過了三五十年 大家都變這個樣子 一般人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 你要問他 其實就是這樣 一代一代 上兩代 上一代 可能都是覺得相信有價值的 有不便的東西 然後慢慢就都不行了 聽到意思嗎? 這個性跟不性的人生 是完全兩種人生 一切的 譬如說 家庭跟人際關係的穩定度 也是完全兩種不同 老一代就穩定 年輕一代是不會穩定的 因為你不相信 怎麼會穩定呢? 不會穩定的 所以 年輕一代的這種 人際關係跟家庭關係 住定是不穩定的 中西皆然 因此 我們不是在表演一個哲學而已 它是講說 我們對於世界的基本的感受跟看法 這兩種不同 佛教是佛教的 宋敏理學是宋敏理學的 古典儒學是古典儒學的 道家是道家的 那麼 啟蒙是啟蒙的 中國近現代 我剛剛講的 意思就是說 它是既成了 宋敏理學的 又受到西方演化論的 進化論的影響 所以它本質上其實是高度非啟蒙的 甚至於帶有反啟蒙的因素 那表現上整個中共革命的過程也是這樣 就是如此 國民黨其實也是有 所以我底下會說 表面上它有些信念 骨子裡頭 其實那種 它的信念 是非啟蒙式的信念 它不太信啟蒙的 它信另外一套東西 我們底下會說 那共產黨更是 它是強調動的邏輯 當時你們如果讀民國史 他們就講說 說這個 這個啟蒙的跟西方傳統 這個叫做靜的邏輯 靜的邏輯現在淘汰了 這個formalogic是靜態邏輯 我們的邏輯是辯證的邏輯 辯證邏輯意思就是 任何事情要不斷地做辯證的 批判的 因此其實到時候是沒有固定說法的 辯來辯去 動來動來動來 沒有這麼簡單 至少沒有一個很固定的 是要在辯證的過程當中認識它的 正反核 就是 黑格爾講正反核 馬克斯講核 所以歷史是在變動當中 正反核當中演進的 這種都是非啟蒙式的邏輯 黑格爾的邏輯是一個非啟蒙式的邏輯 啟蒙式邏輯不用黑格爾這一套正反核的邏輯 邏輯是什麼 黑格爾是一個演化論者 只是它的演化有一個最高點 就是 理性跟神的結合的 spirit 那是那個時代 後來連克爾也垮掉之後 就只剩下正反核 正反核的變動不居了 這也可以比較解釋中共的外交政策 也和它的政策 中共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這有名的孫狗六 它是正反核 在變化當中 它的外交說法也是這樣 它也有很多否定話 但人家始終覺得它就是 講歸講 實際上是另外一套 正反核 這些事情很重要 這就是不同的人格形態 我順便跟這邊講 因為你們讀這個文章 你們自己回去多讀兩遍可以懂了 尤其這一篇 Leo Stroud 這邊 這個 我指定的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Bottom 2 Page 455-493 這一部分 這篇文章不算太難 那麼多讀兩遍應該知道它的那個 意思 但是它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我非講給你們聽不可 就是它有它的思想史上重要意義的 你要知道說這種 我剛剛講的這種有機論如何如何 那麼 Joseph Nidenhan就是一個 他是第一個西方人 李約瑟 清楚地認識到 宋明理學的世界觀 是一種有機論事的世界觀 那 那 這個 他說 他說 現代世界觀 四百六十六頁這裡有講話 第二段 所以 所以 modern minds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inking in these terms the world has long been to oppose Fauci and Centris Bautices, Magnetic Fields Discards, Pain and Gland themselves and their nuclei organization and induction centers of invoice centers of social control in operation of war or peace but they are secondary to the organisms of which they form part not to appear to them 现代人是习惯看到了 我们是其于用那个中心去思维的 Pose, Fauci and Centris 用这个东西去要掌握整体 可是他说这些东西是secondary 这是第二,secondary 实际上他是来自于一个更高的 一个 organisms 那么,Zhu XI wrote if one peers into its mystery then Taiji seems a chaotic and disorderly wildness lacking old sign of an arranger Yet's the li of motion and rest li that's a fundamental pattern pattern翻得很好 li不能翻成principle you不能翻成rational 翻成pattern li是一种pattern 就像你翻树叶 树叶上有一种pattern pattern这个字是从纺织来的 字元上 是织出来的东西有一个pattern pattern,emotions and rest and of yin and yang is fully contained within it 是在一种 理太极是chaotically disorderly的 他是没有办法有确定一定行之的 可是中间有那个pattern 这个叫做理 同时也有气的阴阳 阴阳变化不去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李气阴阳所保 李气阴阳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讲法 就是他认识到这个世界 中间有一些不变的pattern 可是呢 又同时有一些在变动不已的 一动一进的 没有办法固定去形容这个阴阳 何而为之 我们可以称之为太极 当然对于诸子来讲 太极就是理 不过李约瑟这句话来讲 是把理跟气 气就是阴阳 都放在太极里头 他不完全按照诸子的讲述 这个解释 太极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太极 就是包含了气跟理 一种是太极就是理 诸子取得太极就是理 然后理跟气是不离不杂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你们有兴趣 我写了好几篇文章讲这个事情 你们可以去看 不在这里说 这是吵了七八百年的事了 我们不在这里讲这个问题 简单说 所以这个世界既有理又有气 而且这个太极 好像一个chaotic跟disorderly wardness like an old sign of a ranger 这个是非常高明的 一个对于世界的看法 约瑟这篇文章 很多前面对老外讲的 有些常识性的 你应该看得很快了 然后到了四五八页 它主要就是讲说 这个中间 Indeed I shall suggest that Jewish's philosophy was fundamentally a philosopher of organism organism 它是一种有机论的哲学 我刚刚讲 有别于西方的那种机械论的 基本上启蒙是一种机械论的一种哲学 那一直到我们今天 整个世界都常被那种比较机械化的东西所读到 譬如最典型的当然是数位 0101这种关系当然是比较机械式的 类比 早期 诸位知道在科技领域里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数位一种是类比 譬如唱片早期都是类比的 黑胶唱片 我们喜欢听黑胶的那种温润的味道 现在你们都只剩数位了 数位尤其早期的数位 事实上听起来就有点干干的 冷冷的 总少一点什么东西 现在进步很多 因为他们调了一倍的平复 以前是2万2,现在是4万4 还有一些技术上可以模拟 但是这个 类比也不可取代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数位化,越机械化 数位机械化 中共现在也大搞数位跟机械 高铁啦 所有的机械建设啦 然后全国都是数位化的 我称之为它会变成一种新形态的东方数位机械巨龙 然后批的那种有机的外皮 好像我也这个有机体 骨子里是法家 一切思维是超级机械化的那种法家性的思维 这个东西厉害了,但是总是觉得缺乏温暖 让人有很多难受的地方 所以,诸子的这一套是一个有机论的 儒学的传统当然是比较偏有机论的 所谓大义生生 他用的都是用存下秋冬这种辟语 生生不息的 那是因此,他说 And that is so new Confucian, thus attained, primarily by insight, a position analogous to that of Whitehead, without having passed through the stages corresponding to Newton and Galileo 就是说,他得到了一个类似像Wethead 我刚跟初恶讲的 Wethead是西方最有名的有机哲学的提倡者 近代以来 然后也是process philosophy,历程哲学 我常跟初恶讲说 现在大家要重新恢复读东西方的思想文化史 西方主要是哲学史 为什么要恢复读呢? 因为世界太乱了 你们要不读点这个东西 恐怕永远找不到出路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一切的信念了 所以你们要重新寻找 重新寻找,也没有人替你能够 你也不会相信别人给你的 你一定会自己来的 因此你总要有点思想和训练 否则这个信念怎么办呢? 那Wethead对于西方 西方最重大的这一些 哲学家思想家你们就要知道了 华太是罗素的老师 他同时也是分析哲学跟数理哲学的大中师之一 但是他更进一步的讲到有机哲学 最后他是提倡这个事情 那中国没有经过 他说没有经过Newton跟Galil 就是不经过这一种比较早期 机械论式的这一种物理学 直接就到了有机论 那他说就好比 他说啊 他说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思想 早在墨家跟道家 就带有一种辩证法的一种思维了 而因此 这个辩证法的思维 是跟黑格尔逻辑类似的 而他并没有经过亚里斯多德的 跟中世纪士林哲学的 中世纪士林哲学的 也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 这种话是真的有学问人讲的话 意思就是说 懂的人明白 对中西双方都懂的人讲得很对 就是中国人思想的底子 一开始就比较偏辩证 所以近代为什么会接受马列主义的辩证法 逻辑一点都没有 它本来就很辩证 阴阳就是辩证 墨家大帅都有辩证 所以中国人会接受马列主义也不是偶然的 然后觉得马列主义高 当时觉得你不要小看这事 当年马列主义就靠把三民主义打了个落花流水 你看他们有最高的 黑格尔的 他觉得 简单讲 马列主义背后有黑格尔 有达尔文 有马克思 这还了得 对不对 那三民主义背后有什么 就孙大炮一个人在那讲 讲不过人家我们就被打到这个岛上来了 所以这个印象很重大 不要小看学问 当时民国说就是如此 大家相信学问 你们现在都不相信学问 那个年代人相信学问 就要找一个大宗师 你看都有了 都全了 亚里斯多德不行 行事逻辑 这都落伍了 这个 启蒙思想 当时他们不会反启蒙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都是启蒙 他们还没有细分到这里来 但是这句话就很清楚 老外懂的人一看 真懂西方思想的人 这样讲就很对 我也很讨厌看中国人 拿着西方思想 讲自己中国历史 乱讲一通 西方的哲学程度太坏 乱用乱写 这老外学又讲得很精彩 这很清楚 你别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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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 李约瑟对于整个西方哲学史 熟得不得了 随手拈来 大大小小的人 所以他 因为他很懂 所以他不会乱用 很多中国人乱用西方的名词 包括学者 我坦白跟你讲 绝大部分都是乱用 包括很有名的人 所以这包括这种对我说 你们多读 很抱歉 我指尽阅读 为什么都是英文的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靠不住 乱用这个名词 你们不要觉得难 你们要经过这一关 将来比较不会出错 读读久 他就习惯 没什么那么难 大家不懂 这个上次跟诸位讲的 找几本哲学词典来 然后把西洋哲学史多读两遍 多找几家 就会了吗 这是什么难的 这个基本功要有 否则你们对西方的名词 就常常会乱用一通 像这种用一种漂亮 所以 因此他们在把中文好好读 读量 好好地研究研究 他旁边又有一个中文很好的人帮他 王林帮他 事实上后来就嫁给他了 等下没有嫁 他们就在一起了 李约瑟好像没有 一直没有跟他太有离婚 Anyway 所以 这个不光是李约瑟的能力 能够做到 所以最重要是讲有机论这个问题 至于太清阳这些事情 就是他做一个交代了 他的有些翻译也不是太精准 比如说他把这个阴跟阳翻成force 这不是太好 五行翻成element 是基本上错的 五行不能翻成element 五这不是五行element 这不是太好 他是得其大意了 当然不像我们搞得这么精细 得到个大意 但这个大意已经不得了 我是同意的 他第一个看出来这个事情 另外 四百六十四页这边讲 中间 朱熹 himself reaffirms the identity saying that 无极 is not something outside or beyond 太极 无极不是在太极之外 或者超越太极 nor is the太极 something outside or beyond the world its constituted and resides in the mere things 无极跟太极在万物之中 这都要很重要 这个也是内行的话 无极生太极 待而动 太极动而生扬、静而生音 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原初的无极生出了太极 不是 这个是说他就在当中 这是对于他的状态的一种形容 关于无极太极说 太极读说怎么解释 诸位可能明明糊糊了 我在网络上有仔细讲个太极读说 有精简本讲了几十分钟一个小时 有复杂本讲三个小时都有 没有兴趣仔细听 一次一句都有仔细讲 是怎么讲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太极图说这个是 也可以说中国近千年来最重要的思想文献 其他诸家思想都从这里来 这个文章我劝你们一定要读懂 读不懂的话 你对于中国近千年思想是不懂的 那他就是分析太极图说 讲得挺好 讲得挺好 好 我们就先到这里 In some the identity of 太极 and 无极 was a recognition of two things first existence of universal pattern or field demonstrating and determining all state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matter energy and secondly the omnipotence the omnipresence of this pattern the motive power could not be localized localized at any particular point in space of time the organism organization center was identical with the organism itself 那 他在里面讲说 第一个 这个pattern 是无所不在的 在所有的 matter和 energy的转变的每个 state都在的 另外一个 整个multipower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固定在某一个particular point the space of time 所以 整个有机体的中心 就跟那个有机体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不像前面所说的 西方近现代是习惯有一个中心论的 凡是要找它一个中心的 甚至于进一步找它一个元素的 西方的大科学家来看中国的这一种宇宙观点 他很清晰细致地去分说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 我们这些想法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些论者是关于 关于这个 400 你看 有点我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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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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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页这边 这边 到处第二行 那边有讲一段 这些讲得好 就是说 很多人认为 在新儒家之前 中国没有真正的形上学 中国哪里有metaphysics 因为中国的metaphysics 它说 真正来 如果要有的话 如果要有的话 是 congruent 是不可分割的是在一起的 metaphysics 其实另外一种翻译 叫做 物理之后 在物理学之后的 那个叫做metaphysics metaphysics 是之后的意思 有人这么翻译的 在亚特斯多德系统里头 是先讲完physics 然后后来那一部分 叫做metaphysics 讲完physics 我们反而去思索 它背后的那个东西 的那些根本原理原则 什么叫metaphysics 那中国的metaphysics 跟physics 要不然之前 根本没有所谓的metaphysics 说明你觉得 这个是不是呢 我们可以再讨论 不过它是concurrent with physics 那这也是 中医师院很大的不同 我们看一下 475页最下面 他说 他反对把这个理翻成form form was the asset and primary substance of things 那这个 but 理 was not itself substantial or any form of qi or zhī li was not more real than qi and neither was illusionary or subjective nor was qi potentially li as matter was potentially form in spite of common repetitions of the famous phrase 行而上 I believe that li was not in any strict sense metaphysical 我完全跟他一致的 他说 严格来讲 他不认为 理是metaphysical 的 因为 理气不理不杂 怎么可能是metaphysical 呢? as were platonic ideas aristudian forms 不像这个 platonic ideas 跟aristudian forms 真正是 心而上的 佛友兰这一点就是错了 佛友兰最后诸子的理 就是aristotal form 佛友兰这一点上来讲就是 哎 那个年代的中国独身真不行 只想把 中国世界上早一点跟西方那些伟大名词 合在一起 我们是理嘛 人家就form 人家内涵呢 不是这么回事 你的metaphysics跟physics 如果不能够分开的话 怎么会是aristudian forms呢? 它不是那个form的概念 but rather the invisible organization fields or forces existing at all levels within the natural world 你看不到的那个organization fields 那个去组织它的那个场或力 这个东西讲得不太好 不过 翻后来翻的pattern好 pure form and pure actuality was God but in the word of the and chi there were no主宰 whatsoever 这一点讲得很明白 纯粹的form 或者纯粹的actuality 真实 是上帝 可是在理学里头是没有这种主宰或上帝的 this non-theistic 这种非有神论的quality prohibits us again from comparing new confucianism to closely within the pantheism of stoics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新儒家就是stoker的那种说法 the stoic logos often tense we find prevent itself present or present itself to the thought of western scholars when they meet with the philosopher Zhu Xi and the comparison has been explicitly made 其实这个是错的 简单的把说明理学比作stoker学派这个讲法也是不对的 474页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一下 All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of new confucianism, however, lack of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organicist philosophy of which one may cite Whitehead as the outstanding Western representative an organic view of the world and universe is one which simply has the property of producing the highest human values when the integrative level appropriate to them has arisen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所有的这些东西 like the background 它并没有现代的那种西方的那种有机哲学的背景 在有机的这个观念里头 is one which simply has the property of producing the highest human values when the integrative level appropriate to them has arisen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那现代有机观念是在这种演化的过程里头 世界 一体的世界里头 那么 产生了这种最高的人类的价值 那 那 是不是 有必要在后面赋予一些精神性的这些价值呢 那 这个不一定是如此的 这个讨论才细了一点 那么 但是总结来讲 475页 它这里讲说 如果我们要翻的话 上面讲 in a word indispensable to translate the li of qi into english organization or principle of organization would be the choice which i should make 那 所以 那 前面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讨论 所以终结来讲 它是回到这一点 恰恰是因为李约瑟非常精熟于西方的思想传种 所以我认为它这个比较做得很值得一看 有没有问题 那 我选这篇文章同时也让诸位也学到 就是说 你们如果想要做中心思想比较的话 一定要对于双方都要精熟 才能做这种比较 那 这一点优秀的这些汉学家是可以当做你们的借金 尤其英文的作品 一般来讲 所以说 乱用忘用西方这些词句 因为功底不够 所以我通常会借你们读英文 虽然你们读英文比较辛苦一点 不过这是必要的 去年千万不要去读那些 大部分老中写的那种比较中心思想都不能看 我看不下去 我说不了 我这边讲的那个 诸子世界观体系的基本特质 因为我一辈子研究诸子 我说出论文就写诸子 以前年轻人没事喜欢读诸子 很奇怪 我为什么也没事喜欢读诸子呢 因为人生充满了困惑 充满了疑问 我当然先大读西方的近现代的 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 社会科学的独立大堆 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那我想这样下去也不行 就开始读古人的书 如是到觉得好像有点希望 读读 尤其读诸子 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 我慢慢发现 诸子的世界观 是从根本上就跟现代的世界观 我后来明白 现在的世界观是一种启蒙的世界观 它是一个典型的非启蒙的世界观 很多地方带有反启蒙的要素 而诸子的世界观 事实上是中国军事世界观的基础 因为所有人都读诸子 简单讲,一路考到期末 甚至于延复的世界观 是继承了诸子的世界观 而我们近代的世界观从延复过来 所以这样我就知道 哦,原来这个东西不得了 也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 总觉得有些根本问题解决不了 是因为启蒙世界观 讲到底是没有办法解决很多 关于人生跟文化根本问题的 那这个不光是我这么觉得 西方的哲学家都这么觉得 文学家也这么觉得 艺术家也这么觉得 所以最后才会变成 存在主义啊,后现代啊,解构啊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生的根本的 诸多的价值问题跟人生问题 论理问题都解决不了 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 但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它有它的长处 就是启蒙的思想 对于解决政治社会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对于解决西方的政治社会问题 它是很有帮助的 它本来就是 法国大革命前就诞生 又随着法国大革命散步到世界各地 还有随着美国革命 美国的宪法基本上是启蒙思维 就是洛克的那一套 完全标准的启蒙思维 所以美国整个立国的体制是启蒙思想 法国大革命也把法国的启蒙思想 散步到欧洲各地 推翻了原来西方的旧有的 不管是神学的体制 基督教的体制 乃至于封建的、君主的这些体制 所以对于政治社会来讲 它意识重大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处理很多根本性的 人生的、伦理的、价值的、意义的 这种情感的问题 没有办法处理好 这就是我年轻的困惑 我那时候喜欢读朱子 我后来明白这个缘故 每天抱着朱子的书在那里读啊读啊读 慢慢读久了,然后就读懂了 然后懂的时候就说 哦,原来是完全另外一套 这一套后来 从现代学术语言来表述 就叫做 它有四大基本特质 第一个,它是此事意源的 第二,它是循环演化的 第三是生命化的 第四是天理化的 此事意源观是它的基本出发点 因为是此事意源观 所以它认为整个世界是整体的 是万物一体的 是一气化身万物的 自然化的,鬼神 所以鬼神不在世界之外 鬼神在世界之内 所以觉得很有趣 因为中国式的鬼神不是在世界之外 它是世界一部分 这个一直到明国时候都如此 比如蜀山剑侠传 那些鬼鬼神神的那些剑侠 都是在世界之内的 又王大帝 中国是一个世界 天地人是一体的 不是两个世界 跟西方是神创造万物是大不相同的 自然化的鬼神 同时它也没有那种所谓Holiness 那种神圣的概念 因为圣俗不二 这些大宗大孝之人 死了可以成神的 大奸大奥之人的人 会变成厉鬼的 成鬼的 这个他本来 不过他比较人之间 鬼的话都不会一路下去 在佛教里头会十八层地狱很久很久 儒家那个鬼久久都散掉 就是被人家骂骂而已 神道倒是可以长久 官公一直拜到现在 我们好像现在也没事 不会在那里骂曹操 勤快也没有一直骂下去 官地庙满街都是 他现在还在拜 秦天公 所以因此 我们在楼下 就至少一家还是两家 被拜官地了 因此 这是一件事情 鬼神圣俗 人神鬼 然后主客相容 没有像西方那样 所以我们现在常讲 主体性主体性 我们现在常说 要建立主体性这种概念 在此事预言观里头 没有什么主不主体性 所有的主体都互相含色 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的家族观里头 什么叫你的主体性 你跟你爸爸跟你妈妈什么关系 他认为 你的主体跟你父母的主体 跟你祖父母的主体 跟你儿子子女的子体 跟你子孙的子体 互相是含色交融的 这西方人叫intrasubjectivity 他不会突出个人的主体性 他认为这些事情是一体的 家族是一体的 既然不突出主体性 当然也不会突出客体性 心跟物也是合一的 不像西方是心物二分的 这是同一个观念 从 简单讲叫此事预言 一个源头 这个源头可以称作为太极 也可以称作为无极而太极 阴阳五行 化身万物 这一切是一体的 所以所有我们认为的心物鬼神 我们现在认为的精神物质 就是一元的 它不是两个东西 所以这跟启蒙世界观 决然是背反的一套东西 跟基督教的世界观 也有大大的差异 你们不要以为 启蒙只是启蒙理性 不是的 启蒙里面有相当一大块 是从基督教来的 没有基督教哪来的启蒙 这是现在西洋里面 也不读西方史 西洋史上 你不太了解这个事情 它是一路相沉 一慢慢演呈出来这个事情 所以它在那个底子底下 把它理性化了 把很多基督教的观点 把它理性化 变成启蒙的观点 那么因此 这个是一个观念经 那寻光演化观 是它这个变化历程哲学 它这个 我前面跟你讲的 变化我特别讲 易经跟道家就是变化 世界根本是变化历程的 易道的 这个 那如果一切都是变化历程的话 这一切是不可定义的 西方的 我们现在你们说的 第一件事情要定义 我上次教你们写的 你们写的论文 第一件事情要定义清楚 不定义清楚 这个论文就白写 逻辑清楚 定义清楚 定义清楚才能逻辑清楚 你每一个字跟词定义不清楚 逻辑怎么会清楚 对不对 每一个基本单位都要定义很清楚 逻辑才会清楚 这是亚里斯多德式的思维方式 诸位写的文件 务必根据这一点 但我跟你讲 中国古文从不根据这一点 要明白 所以你们如果写中国历史方面的问题研究 就是很困难 但你两边都要很懂 你要用一个 一切都定义清楚的东西去描绘一个一切无可定义的系统 这要有学问 甚至要有点学问 不过这就是我们现代的处境 就是这样了 头脑一定要清楚 所以一切都在变化 在历程当中 怎么去定义呢 那义道 这是义道 义道就是这样 它既是变异又是不义 它不义当中是变异的 变异当中有不义的 它是一起之两面的 那么理中有气,气中有理 这是分不开的 中道 在这个当中 它是喜欢讲中道的 因为循环嘛 循环中间的话 最后当然是取其中道 阴阳也是取其中道 五行 所以说阴阳五行好学 原来都是讲一些抽象的东西 都被落伍淘汰 没有啦 它这个其实是 在我们看来 它是很实际的东西 什么叫阴阳 阴阳很简单啊 古人认为 白天就是阳 晚上就是阴嘛 对不对 春夏比较阳嘛 秋冬比较阴嘛 暖一点是阳嘛 冷一点就是阴嘛 听懂意思吗 男生好动一点嘛 你看男宝宝真的比较好动 女宝宝是比较保守 从小就这样 所以男生比较阳 女生比较阴 女生也有比较阳的 男生也有比较阴的 文学院比较阳 坦白讲 文学院比较阴 文学院比较阴 理工商学院比较阳 这是这个样子没有错 懂吧 所以阴阳很简单 我甚至于跟中文学院 你们稍微阴阳观念来讲 这个道理很简单 基隆路往景美的方向 是比较阴的 那边雨多 阴湿一点 基隆路 台大这边 台大就比较阳一点 那如果说过罗斯福路那边的整个的感觉 还有心旺度都差一些 过罗斯福路这边就强 所以照这样来讲 基隆路跟罗斯福路这么一划分的话 台大这边叫做太阳 然后过罗斯福路叫做少阳 再往那边去就是少阴太阴 可以分的很简单 明白意思吗 古人就这么看 一切事情对比一下 一个家里头 谁掌权的可能就痒 谁听花的一个字心 如此之简单 那看一切事情都如此 五心也很简单 五心本来是五心来 后来最常用的 一般用的就是春夏秋冬 每学习都要跟诸位讲一个 不是每学习 每一次讲这些事情 你必须跟你们讲一个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不知道阴阳五心了 阴阳五心无所不在 到处都有 什么叫五心 一个整体当中分成五块 一开始最简单的 四季是一体 一年是一体 把它分成春就是少阳 夏就是太阳 秋是少阴 冬就是太阴 土呢土无所不在 就是木火金水 春夏秋冬 木火金水 春夏秋冬 然后 东南西北也是一样 东方阳 东方太阳深 西方下 就是西方 这个是比较阴 是金 南方热一点是火 北方更老 叫做水 土土在中阳 皇帝其中 他用这个方式很方便的 把一个 不管是时间上的春夏秋冬 跟地理上的东南西北中 都可以分开 然后一个人也是一样 身体的五脏配五心 只要你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有机体 再大来看这个有机体 一个有机体我把你分五块 这个东西我觉得李乐师没搞清楚 我知道我读他 我觉得他没讲太清楚 所以他难免还是老外 他可以看个大的形态 细的地方他没有我们清楚了 这五行这个东西 一样五行很好用的 而要会用什么东西 都可以用一样五行来看 这是一个东西 一整块怎么把它分成两块 两块分成四块 五块这么分 让中间做比较 然后它都是相对的 因中有阳,阳中有阴 木中有火,火中有金 金中有水,水中木火土金水 相生相克 这个很好用的一套观念 所以它就是一套观念系统 你看什么事情 这样去看有它的道理 那是不是一切都只是这样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要说 世界上只有这个道理就不太好 后来中国古人 反正什么都只讲一阳五行 有点熏掉 其他有东西看不到 你不要把它当作 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 一切都最高 只有它唯一就好了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而且 确实因为什么事情 都可以看出阴阳五行来 所以难怪古人以为 一切事情都是阴阳五行 容易有这个误会 但是确实一切东西都有阴阳五行 但并不能说 就拿阴阳五行就讲尽了一切 这个就有点过头了 我反过来讲 一切当中都有理性的原则 同样的 也不见得都能拿理性原则讲尽一切 很多阴阳五行的观念 看得到的东西 理性逻辑看不到 两个都要会用 现在中国人都是 现在中国两个都不会用 这悲哀的莫名其妙 这个 讲逻辑讲理性的也没搞懂 不知道人家那种严格性 讲阴阳五行 这根本完全不完全无知 两个都不会 两个都很有用 中医就是用阴阳五行 治病治得下下脚 如果好中医的话 很厉害的 西医用逻辑理性也很厉害 这世界很复杂 都是只有一种观念 西藏人还有另外一套 西藏人有一套方法 我不太会 不过藏医很厉害的 藏医也很能治病 印度也有印度的方法 印度也有印度的方法 所以 医学不是 复杂的有机体 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能够去理解它的 它有好几种 每一种方式各有得失 你这样看的话 心胸就很开阔 文明也不是只有一种 比如说藏医跟印度医学很发达的 那是它的道理 藏医好像同时受两个影响 藏医是既受阴阳五行 你到西藏去看 这个我确定 阴阳五行到处都在讲 西藏医学 但它也同时受印度医学 它这两个都合在一起 这个蛮值得研究 也没有人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 我们现在很流行医学史的研究 中国医学史 大家乱研究一群 一群不懂医学的人 去研究中国医学史 不懂 不懂陰阳五行 研究中国医学史 我常常看都觉得很有趣 你们不懂陰阳五行 怎么去研究中国医学史 你拿理性逻辑的那一套 去分析中国医学史 是错的 你也不会把脉 也不懂经络 你怎么去研究中国医学史 那个要懂的 不能只拿西医的那一套 老拿西洋则去研究中国思想 就像冯友兰、胡士芝、新路加那么搞 或者老拿西医学研究中医 这都莫名其妙 这是两种世界观 听到吗 所以中医可以重新研究 你要真懂 你要懂这篇文章 就很可以研究中医 我也学过点中医 还挺花一点的功夫 但仗医就是另外一套 当然这很麻烦 做研究那个人就要先学藏文 这个不容易 只能说鼓励诸位 但那是一个很有开拓的宝地 你们现在做学生 最喜欢研究别人的研究过的东西 对不对 我给你们讲一个 第一个 医学指线红到不行 你们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很少人懂 懂阴阳五行 理气的观点研究 那个才会真的进去 哪有好中医不懂阴阳五行 开玩笑 当然上海路里头没有五行 上海路里头只有阴阳 但是后世就发展出五行来 简单说是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另外藏医这个是 大家没有去研究的 这个很有意思 好的 造化自然等观点构成的同一个来者 造化是自然 自然是个很深的观点 自然不等于nature 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自然就是nature 最糟糕就是把中文翻成英文 然后误以为它就是你翻的那个英文 然后对那个英文又不查字眼 不能这么搞法 所以自然是个很深的观点 它是循环演化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道家的自然观是很深刻的 天地是一个大的造化 造化当中各种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明白的因素 汇聚到这里 这里产生它有它的内在的理路 顺着这个内在理路 装着所谓的天理 天理自然 是这么来的 另外 诸子的 它这个生命化的 或者寒生的世界观维系 尤其有基生命哲学 这一点是李约瑟已经讲的 前面两点是我自己发明的 第三点是李约瑟讲过的 就是有基的 我跟他措辞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有基的也很难翻 我比较生命化的 寒生的一个观 是一种生命哲学 后来这个词可能有点改变 我后来发现 life philosophy 它太静态了 这是德国的一个哲学的流派 就是以生命作为整个 天地万物一切万有的中心 life philosophy 在二十世纪末 讲错了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很流行 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 近代中国有很多人 像伯格森 这些 都是在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 有很多人喜欢讲西方的生命哲学 但我后来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西方生命哲学 就像李约瑟刚刚所批评的 西方人讲的事情 总喜欢找一个posing 或者找一个polar 它要聚焦在那个地方 它诸子的东西是没有聚焦点的 它是一个生命体 不能说以某一点 我是以心脏为中心 还是以肺脏为中心 请问一下 并没有某一个中心点 整个生命 不能说有哪一个地方是它的中心点 听懂意思吗 所以严格来讲 它是一个 应该叫做philosophy of living 更好一点 用动态 西方的名词是很麻烦的 西方的名词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们如果多读欧洲语文 就知道 很多欧洲语文的名词 一定要大选 名词代表存有态 就是存有 是substance 所以名词不能随便用 所以我这边不应该用名词 现在我后来明白了 应该改成用动名词 比较好 because of living 比较对的 还是一个生命性的哲学比较好 比生命哲学好 万物同体 我现在是拿我的摘要在讲 那内容你们自己看文章 中文嘛很好读 我讲个大意给你们听 万物同体 天人感应 为什么会天人感应 如果是生命的同体就能感应 古人一经是天人感应的 这个 就是 天人也可以 处处是相感应的 因为感应 所以 能够才有意经很多的 一些包括像占卜的道理 从这里来 古人这么相信 我们现在人当然认为 这是迷信 但古人相信 最有名的故事 比如说 曾子的家里有客人来了 曾妈妈不知道怎么办 他当然就咬他的手指头 曾子就心痛 果然从外面跑回来 古人感应这个事情 现在也常常有一些 你们看得到 比如说 亲人如果发生重大的事情 或过世的时候 很多亲人有感应的 常常有这样的记载 信不信有你们了 我是有点性 我是性价一性 亲人之间会有感应的 这个都不是物理学能够解释的 天人合一 天跟人是一体的 合一的 什么叫天人合一 人的一切到底从天来 天的一切到底体验在人身上 人的一切离不开天 天也在古人认为 天也特别看从人 最后那一点 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是理性 我们先是千文学的这个观点 不过以前这么认为 天人合一 天地有心 这个观点 那么 这个是他的世界观的基础 先讲清楚这个基础 才能够讲他的所谓的天理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一些人就是 急急忙忙的 也不管朱子的这个世界观的基础是什么 直接去讲他的那个理的哲学 你会去看 这可以找到上万篇以上的 关于朱子的这个理的哲学分析 我认为大多数 99%以上都是扯淡 扯淡就是在于 你根本不了解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背景性的世界观 你去拿西洋哲学这样印套 就是胡扯一通 你就是以为他是这样 他不是那个样子的 他是在前面讲的这些东西 都产生的一种天理化的世界观 那么 对大家来讲一定程度上 确实是除媚的 不那么多的那个 不可知的 他甚至是鬼神之底都可以知道 我这个地方也或许 用这个字里面产生误会 因为disenchantment这个词 因为这是韦伯 韦伯说现代世界的重点 是disenchantment 我当时也有点不免俗的用说 他也有点储媚的意思 是有的 理学是有一定储媚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教士非常讨厌理学家 因为耶稣会到中国来 他们说中国古代的经典是有上帝的 有鬼神的 到了理学家这个鬼神 他们认为不像个真正的鬼神 你根本没有那个上帝了 鬼神变成气化的神庙了 神庙不可测的就是鬼神 诸子明白这么讲的 他说鬼神就好像说 会开花、会闪电 这不都很奇妙吗? 天地间有些奇妙的事情 既然能开花、能闪电很奇妙 那天地间有鬼神有何奇怪呢? 他这么讲 因为是一种比较特殊情况底下 一些理气的一些变化 他是相信有鬼神的 但是死后有鬼神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一定程度上是 跟先行的那种鬼神观不一样 所以叫做disentachment 是也对的 不过绝对不是无忌现在的那种 我另外写配音和文章讲 诸子的鬼神观讲得很清楚 他那个鬼神是介于两者之间 一定除媚 在我们现在讲 除了一半的媚 你们比他明白一点 但绝不像启蒙似的那样 除光光的那种 想要把它除光的那个味道 他要保留一定的 他不保留不行啊 这个天子要祭天的 他要被拜祀宗牌位的 这个祭祀 事实祭祀之地怎么办呢? 古人不能除光的 而且一旦除光 如果变成唯物论的话 这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中国这种文化 一旦变成唯物论的时候 我跟你讲 叫做 无情无义没道德 我跟你讲 很可怕 这个唯物论是很可怕的 我跟你讲 唯物论一旦搞下去之后 所以诸子绝对不会变成唯物论的 它是心物合一 人鬼神合一 但是又不要太受到那些鬼神的这些信仰的东西左右 又把鬼神信仰合理化 它这样的一种愚媚 懂不? 其实 如果就人对人生来讲挺好的 对人生来讲挺好的 这跟启蒙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启蒙干干枯枯的很多说到后来 对于生命来讲干干枯枯的 他的理是一自然之理 不是西方的那种理性 西方的理性是一种观念性的 逻辑的 数理化的理性 是一种普遍性的观念性的理性 诸子的理是一种天地自然之理 我就常跟诸位讲 这个理的源头 是玉文石文当中的理 木文中间的理 懂得意思吧 这种理当然要识位 要依识依位 这个理会不同 这是易经的识位的概念 理气不离不杂的 理跟气是 既不能分离 也不能杂 不离不杂 理气不离不杂 这个事情是极其奇妙的一件事情 因为理性化的概念 绝对是跟气是分离的 才能够清楚 比如说柏拉图的这个理字 是跟气是指我们现存 实存的这个就是气 是分离的概念 那近代的这些所有普遍性的这些理论性的这些理 它没有什么理气不离不杂的 它只有对和错的问题 我是不能够描绘实际的自然界 对和错 没有什么不离不杂 它如果认为它是正确的一个公式的话 它就具有超越性的意义 不分时空都是对的 诸子的理不是 它是一种自然之理 就是天地自然里头 处处可以看到 人跟人相处的这种理 另外 是反于本源之理 我常跟大家讲 中国式的道理是一种根源性的本源式的理 西方的道理喜欢强调的 是一种普遍的道理 这两个不一样 本源式的道理说是 从本源上可以生出很多的事情 人生的根本是什么 实际上的状况变化不拘 不是固定的 西方的道理是说 我要超越时空的普遍的道理 Universal的道理 Universal的道理不是这种本源的 本源的如果翻了primodial的 根源性的这个道理 这是不一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是 然后即使本源又跟现象之理合一的 而且是从一个根源性的道理分出各式各样的现象 叫做理一分疏 世界根本是只有一个道理 但是长出来的各种的树木都不一样 各种的人不一样 各种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所以一个道理产生各式各样 世界的丰富的变化 是从一个道理来的 然后天即理也 天就是这个理 性即理也 性也就是这个理 什么是天即理性即理 天就是这个理 就是一切 天统色 理也统色 性即理 人生的一切统色 把一切人生的作为统色的不离人性 人性就是人的生命的规范 然后无极而太极 这是从 这个理对著者而言 是无极而太极的 是不能够讲死讲定的 太极就是这个理 你把一讲整个固定的 这就不是他了 这无极而太极 自道无言 体用不二 体跟用是一起的 这个理先气后 这个先 凡事可以先说这个理 气在后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简单说 初子认为这个理一直在 气会按照这个理不断的变化 比先气后 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气强理弱 这理学内部的这个术语 这不一一说了 那总之 他心蒙的世界是个有生命与灵性 而处处相感通的整体 依循着自身的道理 自然的道理 不断的循环演化 这与无人所熟悉的西方近现代世界观 事实上就是启蒙世界观 有诸多本性的不同 那这个世界观到现在还是 很大程度上还是民间的世界观 你只要离开了都市里头 民间都还是一样 只要不是那些什么 自认为是现代化的知识分子 就很容易再回到世界观 因为这个世界观在中国 事实上是有几千年的基础了 这个世界观也不是初子建立的 这是上神三代 在两汉开始成熟 到初子经过佛家道家 入家重新整理 懂不?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原本的世界观的一种近视形态 中国这个世界观已经三四千年了 改不了 我坦白跟诸位讲 只是一些知识分子以为自己不是如此 但是事实上 它一不小心就掉回去了 民间认识这个东西还挺厉害 去掉部分 但是大部分我认为都还在 基本上这么有情况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好 谢谢 19192010 202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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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omebody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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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